那天我在泰国扫街 无意间录了一个火车站 直觉告诉我应该进去走走 我就拿着相机大摇大摆走进去 不用买票也没有保安 感觉总有点不真实 今天运气不错 一进来就看到了这对母子 经验告诉我 还需要等一辆火车 好吧 我的运气好像也没有那么好 等到天黑也没有火车来 第二天我又来到了这里 好像来走了 大家都不坐火车的吗 随意挑了一个火车转转 今天运气似乎好了一些 刚好赶上他们清洗火车 我远远拍了几张 标准的扫街照片 光线 警别 包括人的动作都恰到好处 唯独缺少了一点临场感 我换了个广角 走到他们面前 说实话这么近的距离 很担心会冒犯到他们 可是他们好像完全不在乎我的存在 甚至这个小伙还跟我点头适应 好了 大家最期待的环节 考考你有没有剩意 三秒钟思考一下 321 首先我是被这个橙色的座椅吸引 因为有光的照射显得特别有质感 单拍座椅还是显得有点单调 想着再联系一下窗户 看看能不能在窗户处刚好框下一个行人 前面这束刮 我们拉低曝光看一看 感觉是不是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有多久没有做过这种绿皮火车了 记忆中最近的一次已经是14年前了 也就一眨眼功夫 后来我才得知 这个老旧的火车站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如果你来泰国玩 不妨来看看它 因为火车站的消失 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感谢观看